蓝元子摇了摇头说道 关于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听说是从一枚造化经历中推测出来的 而那枚造化经历 正是从道友身上得来的 韩丽木荒一闪 脑海中浮现出时间经历 暗道难怪 韩丽继续问道 金汉先公这次除了你们兄妹 可还派了其他人过来 蓝元子苦笑一声说道 没有了 妙法先尊只派了我们两个过来 本来以为我们两人联手 实力堪比大罗存在 足以稳赢寒道有你的 没想到阁下实力如此强大 我们兄妹联手 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韩丽听闻这话心中暗暗一松 又询问了蓝元子几个问题 蓝元子没有丝毫迟疑 尽数老实的回答 没有丝毫的迟疑 韩丽问完了想问的问题 漠然而立 目光朝着远处天际望去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蓝元子静静地站在一旁 没有出言打扰 韩丽远望了片刻 慕然一抬手 须指在蓝元子眉心处一点 指尖金光一闪即逝 蓝元子心中一惊啊 却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 两眼一翻 昏迷地过去 韩丽两手掐绝连点 指尖金光闪动 又在蓝元子脑海中施展了一个封印 禁锢住他的神魂 这才停手 他眸中寒光闪动 对着虚空说道 提魂 此人刚刚的话 可有虚言 没有 他刚刚回答你问题的时候 神魂波动没有出现异常 都是真实之语 没有撒谎和隐瞒 提魂的声音在虚空中响起 韩丽文言缓缓地点头 他虽然有些欣赏这个蓝元子 但是此人刚刚如果有半句虚言 他又会毫不迟疑将其杀掉 搜魂 直接杀了他 让我对他进行搜魂 岂不是方便得多 何必如此费身询问 韩丽身后虚空波动 一扇银色的光门浮现 提魂的身影从中浮现而出 那个蓝元跑掉了 卡尔人关系感情极深 蓝元恐怕会找不来 到时候这个蓝元子还有用 韩丽挥手把毫无知觉的蓝元子 扔到了花枝空间 提魂挥了回小拳头 不以为意地说道 那个蓝眼 他们兄位联手 都不是主人你的对手 如今只剩蓝眼一个 有什么好担心的 他敢来更好 正好一网打尽 韩丽摇了摇头说 不要大意 一个蓝眼我确实不放在心上 但是齐摩子如今也在仙府当中 他们都算是天庭之人 如果双方联手就麻烦了 小心一些总是不错的 一魂一正之后 点灯 那倒也是 韩丽呢 也没有继续花心思在蓝氏兄妹身上 目光朝着周围望去 一路追赶蓝元子二人 他们来到了赤红沙漠的深处 此刻沙海之中多出了一座座高大的沙丘 仿佛矮山一般 沙丘上也不再荒芜一片 生长着一株株红色荆棘 沙丘深处也有一些沙西 沙蝎之类的小兽小虫存活 不过都是寻常生灵 并非妖兽 蝎魂也朝着周围望着 口中突然轻移了一声 眸中异色闪动 韩丽看了过来 目光一亮 问道 你侦查到什么了吗 蝎魂体质特异 观察事物的着眼点跟他不同 时常有特别的发现 这地方死亡气息很浓 而且怨气颇重 看来不是什么善地 主人 你接下来要千万小心 韩丽文言 神情也是一宁 我也察觉到这里有些危险 看来真不是什么好地方 刚刚那处入口 耸立的石碑上 写着一个二字 此地莫非是 岁月塔的第二层 很有可能 之前从外面看 这座岁月塔 虽然通体昏圆 并无明显层次壁垒 不过我仔细观察过 这塔还是分有级别 似乎有七层 这里看来就是第二层了 不知那位太岁先尊 建造此塔 是用来做什么的 嗯 不管怎么说 先四处探查一下吧 韩丽摇摇摇摇摇头 不再多想 挥手发出一股清光 将周围战斗痕迹 抚平 然后选择一个方向 飞顿而去 至于提魂 韩丽没有让他返回花枝空间 而是待在了身旁 转眼之间 小半日的时间过去了 周围仍旧是一片 不变的赤色沙海 这片沙海大的出奇 而且没有出现任何特异情况 就在韩丽困惑之时 提魂突然朝着下方飞去 韩丽没勺一动 跟了上去 两个人很快在一座沙丘前 落下来 提魂挥手发出一股黑光 将沙丘一展两半 一具树丈长的灰白色骸骨 显露而出 看起来是一头巨型蜥蜴的骸骨 上面布满了风化的裂纹 随时可能都会彻底的碎裂 韩丽的神识 也早已发现了这具风化的骸骨 并未察觉到什么异样 于是问道 这具骸骨怎么了 提魂白葱般的手指 在风化骸骨上轻轻俯过 问道 主人 你觉得这具骸骨 存在于死多少年了 此地沙溪虽然不是妖兽 却也是异种 身躯却比寻常沙溪坚韧得多 骸骨风化成这样 起码也有数百年了吧 你问这个做什么 这头沙溪死去 还不到十年 什么 你怎么知道 安利文言全身一阵 有些难以置信 任何活着的生灵体内 都有魂魄 死去之后 魂魄虽然会消散 但仍有些残留的魂力碎片 缠绕在湿海上 今年累月才能彻底散去 可以以此来判断陨落的时间 这具骸骨上残留的魂力碎片 还很浓郁 他死去不到十年 竟然还有这种判定死亡时间的方法 安利听了这话心中惊叹 只是能够感应到 陨落海骨上残留的魂力碎片 需要极强的神魂感知之力 以我如此之强的神魂之力 也做不到 看来体魂对于神魂的感知 越来越厉害了 韩丽随即又皱眉喃喃地说道 不过既然这具沙溪死去 还不到十年 尸海怎么会风化到这种地步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觉得 这副骸骨有些奇怪 所以让主人你也看一下 韩丽点点头 看着这骸骨沉吟不语 就在此刻 他突然转头朝着后面望去 苏西禁留他们来了 提魂你先躲入花枝空间 莫让他们发现你 韩丽的目光一闪 立刻挥手打开了 花枝空间的入口 提魂应了一声 转身飞入其中 而韩丽呢 则立刻腾空而起 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片刻之后 后方天际浮现出 一道道各色顿光 前进方向和韩丽略微有些偏差 韩丽看着这些顿光 立刻迎了上去 这些顿光也立刻调转方向 朝这边飞射而下 双方很快相遇 韩丽停下身形 那些顿光在附近落下 各色光芒闪动 显露出了苏西禁留等人的身影 只有三四十人 比之前呢少了许多 不过复古主等太乙境存在都还在 只是这些人呢 几乎个个身上都带着伤 看起来颇为狼狈 韩丽心念一动 对于他们的遭遇立刻大致猜到了一些 苏西打亮韩丽一眼问道 我记得你是鱼道友身边的那个石道友吧 你竟然还活着 怎么只有你一人 其他人呢 我们在金色大门后 遭遇了很多金属兽 鱼阔海道友也都死了 死在这些金属兽嘴里了 在下和别的几位道友趁乱绞星逃出来 不过后来也都走散了 苏道友 金道友 碰到你们就好了 韩丽一副后怕的样子 其他人虽然早有预感 听闻此话仍旧面色一沉 金刘看到韩丽一副胆怯的样子 谋中闪过一丝轻蔑 冷嘲热讽地说道 那你还真是走运 倒有所言即逝 还好在下运气向来不错 不然恐怕也早已死在那些金属兽嘴里了 韩丽似乎没有听出金刘的嘲讽 还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金刘一致瞪了韩丽一眼 没有继续说嘲讽的话 转而问道 石墨 你们那对人先进了金门 里边应该有些宝物吧 都是些什么 那些东西又落在何人手里 说出此话时 他眼中炙热的光芒一闪而过 韩丽一正立刻摇头说道 哎 金门内到处是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什么宝物 而且我们一进入其中 就遭到金属兽的攻击 之后拼了命才逃出来 什么也没得到啊 是吗 金刘双眉一挑 显然对韩丽的话 大为怀疑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